对于欠款的去向 小李并没有证据向父母证明是用于了投资 我们也无法考证他所说是否舒适 但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 两次与财务公司借钱 尤其是第二次借款的140万 也是父母无法理解的事情 对此小李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那就是关于后面父母找的这些高息贷款的公司 父母说都是你帮着联系的 是这样吗 对 这55万是我们俩去给他借 去跟那公司借的钱 你怎么会想到联系这些高息贷款公司呢 全是朋友套朋友 55万是我朋友朋友的表弟 为什么去那个第一次做这55万 是因为我去去那借钱 你跟我们说说吧 为什么你要把父母带到这个这种高息贷款的公司去啊 因为当时有人跑介绍了 说解决问题嘛是不是 说不行的话你先找一个高息贷 我们的窟窿给堵上 越滚越多越滚越多 所以没有办法 我说那咱就跟人家一个小公司借点钱嘛 他说行 这么借了这是55万 这个朋友是什么人是债主吗 我是一个公司的 这朋友他是你的债主吗 是债主 也是你的债主 对 给你出了这么个主意 对 你当时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啊 我说这我跟我们家说也说不通啊 嗯 他说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也没有主意 你说怎么办嘛 还这么办 人家说后来呢 人家说你只能用你家房子做个挤压 嗯 你名下有房子吗 我名下没有 那你这个小家庭的名下有房子吗 嗯 我爱人名下有房子